被诅咒的镜子 又是你 又把镜子打碎了 这是第几次了 对不起啊 客人马上就来了 要买个新的镜子 去买一个新的镜子 好的 我很快回来 回来的路上小心点 哪里有卖镜子的呢 你是在找镜子吗 哇 您怎么知道 跟我来 我带你看看 有好多镜子啊 有一个洛可可风格的镜子 风格全外的镜子 还有现代风格的 我应该买哪一个呢 我推荐你买这个 这个好旧啊 胡说什么呢 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 理发师曾经使用过的镜子 在文艺复兴时期 王室理发师 麻花朗基罗曾经使用过它 只有王室才有资格 坐在这面镜子前 它太珍贵了 是无价之宝 不过我可以 五百块钱的特价卖给你 五百块钱 师父刚好给了我这么多钱 你和这面镜子 有命中注定的缘分 赶紧买下来吧 赶紧买下来吧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真的谢谢你了 祝您一切顺利 我特有了 你花五百块钱买了一面破镜子 嗯 这面镜子是王室理发师曾经用过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 从哪来的 给我搬回哪里去 小薇说的对 它的确是文艺复兴时期王室理发师使用的豪华镜子 因为意大利工匠又生长在悬崖上的橡树一点一点手工制作的 市场价要十万 诶 真的 需要拿走吗 说什么了 怎么能扔掉这么漂亮的东西呢 我一见到这个镜子就喜欢上它了 啊 你好漂亮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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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的头发做好了 啊 最好的理发师给我做的发型一定很 啊 我为什么这么丑 嗯 这是怎么回事 啊 就连最好的理发师都没法让我变漂亮 我注定是一个丑女人了 我根本不配来理发 啊 怎么 师傅 怎么回事 啊 我怎么这么老 看上去像是已经过期一百年了 小薇 怎么了 哦 这是谁啊 我怎么看上去这么老 我像个奶奶 我是过期的牛奶奶 嗯 嗯 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帅 师傅看上去还是那样 估计是因为她已经很丑了 不过这个镜子是怎么回事 客人的样子都变丑了 也许她被诅咒了 是的 我觉得她被诅咒了 我们应该找个驱魔师 嗯 这个 也许她 我先回家了 大 seeking 你能把镜子里的辱叫 赶走吗 转油 Flower 大师发生了小猫 你没事吧 这大被诅咒了 这个镜子里面 有一个漫画面包的幽灵 一个漫画面包的幽灵 怎么了 我今天刚打扫的 怎么回事 师父 我好害怕 那是谁啊 那是什么 别过来 别过来 这个镜子是我的 不许怕 救命啊 没事 我没事啊 幽灵经过的时候感觉很凉爽呢 好凉快 我喜欢 咯唧咯唧 都死了 还是被人看不清 这个幽灵在哭 给 请喝杯茶吧 谢谢 这个茶杯很贵的 对不起 我死了以后都这么倒霉 你去世之前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曾经是一位王室理发师 你就是卖镜子的人收的理发师 是的 我年轻时就开始理发 在我的一生中 我为无数的王室成员做过头发 但我太忙了 从来没有机会给自己理发 每次看着别人美丽的造型 再看看镜子中自己邋遢的样子 这就是我留在镜子中的原因 真的好难过啊 你都没有给自己一个漂亮的发型 这就是我们理发师的命运啊 如果我这辈子能剪一次好看的发型 我就可以离开这面镜子了 理发师先生 请你帮我立一次犯好吗 师傅 请给他做一个好看的发型吧 好吗 如果我满足了他 这个镜子就是我的了 好的没问题 不过等你离开了 这面镜子就属于我了 当然了 太感谢了 这样真是太好了 那我们就开始了 我注定是没法实现用了 你别太难过了 至少你不用天天洗头发呀 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领发了 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领发了 别这么说 你都已经死了 你干什么师傅 你的发型完成了 怎么样 你喜欢吗 我很喜欢 太好看了 谢谢 你喜欢就好 哇 这样就好 那我就把镜子擦干净了 草 啊 什 什么 小卫 你就知道添乱 不好 这个幽灵一定很生气 实在对不起 即使它是一个幽灵 你也应该尊重它 你说的对 是我考虑的太少了 动动脑子 没关系的 这是第一次有人如此关心我 感觉就像真的理了一次发 谢谢你们 你们为我做的 让我感觉就像真的实现了理发的愿望 你们是真正的理发师 那个镜子是你的了 幽灵 再见了 要开心一点哦 真是辛苦的一天 这个镜子是我的了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幽灵离开了 左招也被解除了 不要 小微的点心故事 麻花面包 大家好 现在是小微的点心故事时间 请问 面包理发店中 谁扮演了很多不同的角色 没错 是麻花面包 在这一集中 麻花面包作为理发师的幽灵出现了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麻花面包吧 很久以前 在古代中国 有一个国王叫晋文公 国王有一个忠诚的大臣叫戒子推 大王 请您秉公处理政务 切勿摊赃王法 哦 戒子推 有你这样的大臣寡人很欣慰 由于戒子推的正直品格和国王的信任 许多奸诚的大臣都很嫉妒他 有一天 母亲 你还好吗 我挺好的 别挂念了 戒子推的母亲病倒了 是你副作寡人登上王位 我要给你加官晋绝 陛下承蒙您的恩典 可是我的母亲病得很严重 我需要去照顾她 戒子推拒绝了高官厚禄 打算回家去照顾生病的母亲 她和母亲一起去了棉山 唉 戒子推走了 国家事务变得一塌糊涂 官员越来越专横贪婪 百姓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听我命令 把戒子推赶快召回宫来 陛下 臣听说 戒子推藏身的棉山 比您的宫殿要大十倍 而那里的森林就像一个无尽的迷宫 说得是啊陛下 而且戒子推在照顾她的母亲 也不愿意回到这里来啊 那我该如何是好 你们有没有什么计策 这是我们彻底出掉戒子推的机会 所言极是 几度的大臣们想出了一个阴险的计谋 陛下 我们在森林里放火如何 放火 你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森林着火 戒子推一定会带着她的母亲 从大山里出来 最终 晋文公被这些奸诈的大臣所迷惑 在大山里放了火 无论戒子推藏身何处 这下子她肯定会出来的 母亲 山里着火了 我们必须赶快离开这里 别管我了 你快逃命去吧 母亲 但是戒子推却没有从大山里出来 晋文公在山上发现了戒子推的尸体 她正抱着她的母亲 晋文公就制作了一个戒子推抱着她母亲的样子的面食来纪念她 这种面食流传下来 成为了今天的麻花面包 真是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晋文公只想达到自己的目的 却不顾他人的死活 最终成为了一场悲剧 实现目标很重要 但是要记住 不择手段的去实现目标的代价是巨大的 这就是今天的典型故事 下次再见啦